哈囉大家好我是王欣慧 這系列影片我將會用最簡單的方式 教會如何使用Arduino 由於教學內容會有連貫性 建議可以依照順序來觀看影片 在這支影片我會教大家 認識Arduino開發版 以及學會如何使用麵包版 這部影片會使用到的零件 可以參考下方資訊欄的零件清單 首先我們要先來認識Arduino版 以及如何使用麵包版來進行電路操作 這個東西就是Arduino開發版 我們會在Arduino版這邊 透過麵包版連接一些電路 接上LED燈之類的零件 然後在電腦編寫程式 接著將電腦寫的程式傳到Arduino板子上 LED燈就會依據剛才寫的程式去發光閃爍 所以在學習Arduino時 你必須要學會如何寫程式 以及如何連接電路 當然除了LED燈之外 還有各種感測器、馬達、喇叭 以及各種零件可以自由應用 讓我們一起創作出有趣的作品吧 接下來我會簡單說明一下Arduino板子上的東西 首先上下兩排黑色凸起來的部位 就是我們用來連接LED燈或是各種零件的地方 在上方應該會找到Digital數位這個英文 在這邊可以看到會有0到13的編號 我們會取數位Digital的D搭配上面的編號來稱呼這個角位 所以D12代表的就是Digital的12號角位 再來觀察右下角的地方 這裡有寫analode類比這個字 這裡Arduino很貼心的將A這個字標示出來 所以A3指的就是analode的3號角位 Apin與Dpin也是Arduino最主要的地方 再來左下角的Power 在這邊有很多東西 但是我們只需要知道兩個東西 分別是5V與GND分別代表正極與負極 3.3V跟其他的孔我們暫時都用不到 你只要知道5V跟GND這兩個孔就好了 但大家應該有發現 GND的孔不只一個 除了下面兩個之外 上面的D13旁邊還有一個GND 而這三個孔都是一樣的 你想要連接到哪裡都可以 好了 我們對Arduino版已經有初步的認識了 接下來要教大家如何使用面包版 面包版是學習電子零件最重要的工具之一 你可以利用這個面包版來配置複雜的電路 那麼我們來看一下面包版該如何使用吧 假設我今天要將電線跟LED燈連接在一起 這時候該怎麼辦呢 我們可以使用一個會導電的金屬夾子 將這兩條電線插在這個夾子上 這樣子這兩條電線就會導通在一起了 而且夾子還會牢牢的夾住電線 接下來我們拿一個塑膠塊蓋在上面 並且在上面挖一些洞 電線就可以整齊的插到金屬夾子裡面了 當然只有一片金屬夾子是不夠的喔 因此在面包版中有非常多片的金屬夾子 中間用塑膠隔開來 並且在上面放了挖洞的塑膠板 所以當我們將零件插進面包版的時候 其實是插到裡面的這個金屬夾子上 這也是面包版使用的基本原理 我們將面包版打開來看 你會發現裡面有密密麻麻垂直水平的基礎夾子 所以面包版並不只是一片塑膠塊 而是內部有一大堆金屬夾子所構成的 我們來看一下這張圖 這是面包版裡面金屬夾子的擺放方式 你可以把這張圖烙印在你的腦海裡面 以後看到面包版的時候 就能夠想像裡面金屬夾子的擺放方式 在面包版上下會有兩條水平線 通常會用紅藍線來標示的金屬夾子 這也是用來連接正負極的地方 我們只要將Arduino的5V與GND連接到這個長長的金屬夾子 這整排的夾子就會變成5V或者是GND 因為正負極是我們最常使用的 這樣子在連接電路時就可以用來擴充正負極的角位 把一個5V的角位變成整排都是5V 如果連接電路時需要用到正負極 只要插到上面這整排夾子的孔就可以使用了 而中間垂直短短的金屬夾子 我們也會稱作為工作區 要留意的是 這中間有一個水溝 將上下兩部分的金屬夾子分開來 我們通常會將LED燈或是其他零件插在工作區上 再將正負極連接到上面的金屬夾子 這時候電就會從正極流到這個金屬夾子 然後流到LED燈 流到電阻 之後流到負極的金屬夾子 最後流到Arduino的GND 那麼我們來看一下LED燈實際連接的方式 這是LED的電路圖 我們通常會先將Arduino的5V跟GND 連接到面包板上的正極跟負極 接下來先將最重要的零件給連接上去 像這顆LED燈依照電路圖的方向 藏著這隻腳在左邊插進面包板 然後藏著這隻腳會連接到正極 因此我們會拿一根電線連接到上面的正極 並且確認它最後有連接到Arduino的5V 接下來LED燈短的這隻腳會連接到電阻的一端 因此我把電阻跟LED燈插到同一個金屬夾子上 將這兩條電線連接在一起 這樣子中間的部分就完成囉 而電阻的另外一端會連接到負極 我用一根電線連接過去 確認它最終有連接到Arduino的GND 這樣子電路就完成囉 我們將Arduino插上電 如果一切正確 LED燈就會發亮了 所以當你了解面包板的基本原理之後 電線要插在哪一排 要隔幾格 甚至歪的斜的都可以 而這次初學者比較常犯的錯 右邊這兩條電線應該要連接在一起才對 他們插到了不同的金屬夾子了 接下來這也是初學者比較容易犯的錯 你可以看到下方的電阻已經跨過中間的水溝 所以只要將電阻放到上面的金屬夾子 這樣子就可以將電路導通在一起囉 在這個系列的影片中 黃色外殼的電阻指的是100歐姆的電阻 這是用在LED燈上的電阻 而藍色外殼的10kΩ電阻 是用在感測器上的 大家可以觀看這張電路圖上的電阻顏色 來去挑選適合的電阻來連接 接下來大家可以暫停影片 看著左邊的電路圖 來試著讓LED燈點亮 在下一支影片中 我會教大家如何實際使用Arduino 來控制這顆LED燈 如果影片對你有幫助 記得要按讚並且訂閱我的頻道喔 掰掰